民眾黨真的是一個小黨 巴西立委 但是事情還真多 還真會搞事 首先是不是在內鬥呢 小嫂是不是被拔了呢 柯文哲現在 一個人的政黨 一個人的天下 但是這個黨裡面卻是亂七八糟 各有各的派系 互相罵來罵去 鬥來鬥去 然後呢 跟著他30年 合作了30年的蔡壁如 居然這個尾牙 就是民眾黨辦尾牙 沒有邀請蔡壁如 終於在昨天 有一個中部感恩餐會 柯文哲跟蔡壁如見面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背影 然後呢兩個人就是聊天聊地 但是這個聊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次蔡壁如 在台中第一選取選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他跟這個蔡其昌 其實只差了7000票左右 其實如果再努力一點 搞不好可以贏的 所以呢他現在要聊的是 台中的下一步要怎麼做 尤其是蔡壁如說 他想要繼續在台中蹲點 然後希望深耕台中 下一次他還要再選 來交換意見啦 但是只是這一場參會呢 既然是說幹部有沒有 有沒有都有在確認一下 中央委員蔡壁如的壁 既然給他寫成下面是個譽 其實不是呢 他的壁是牆壁的壁 連名字都給人家寫錯 真的是很不尊重耶 好 來這個 好 大家就會問這個郭正亮了 郭正亮說會不會是這個蔡壁如呢 會有新的職位怎麼樣 就是他可能來管不分區 就是這巴西立委 由蔡壁如來統一指揮 因為蔡壁如畢竟曾經 也曾經是不分區立委過嘛 但是亮哥說怎麼可能管不分區 民眾黨誰會理中央委員啊 這個民進黨的中常委 連立委都不甩 民眾黨現在確實有政權合作派 跟問政監督派兩派 那像黃珊珊呢 她就是政權合作派 純粹就是為了拿資源啦 拿資源 資源拿到了 其實剩下的其他就不管了 八席裡面大概有六席都是綠底的啦 喔 亮哥講的還真是很直接 八席有六席是綠底的 那這個我也不知道 韓國瑜跟江啟成到底要去見什麼啦 好 再來是美麗島電子報的董事長 吳子佳他就說 這個賴清德上台之後 一定會清算柯文哲 其實柯文哲自己心裡也知道 他說我也會動手 我低劈先處理彭正森 另外一個就是 為什麼要選吳欣營來當副總統 我要來查出來啊 親自去告 欸 他對吳欣營有這麼樣的不滿意嗎 然後你看這個中間我們畫了一個黃珊珊 黃珊珊真的是樹立了蠻多的敵人 是不是蔡壁如要開戰黃珊珊呢 你看我們都有寫對字很棒對不對 那個自己民眾拿來寫錯字 真的不應該 來這個是前民眾黨的文宣部主任 柯月安小牛 現在都是之前的民眾黨以前核心的人士出來 在這邊就是告訴大家民眾黨發生什麼事情呢 你會發現他們這個流動率其實也蠻快的 他說民眾黨中平會有三股勢力 包括謝麗公的派系 大家有沒有看上個星期五 現在面對面就有訪問謝麗公 他其實把他想講的講得非常清楚 大家可以回去補課 還有就是後援會的體系李偉華嘛 然後跟黃珊珊關係都是不好的 就是這三股勢力都是不好的 那中平會算是比較配合謝麗公 謝麗公他是第一任的民眾黨的秘書長 所以內外加工的情況底下呢 為黨內布滿黃珊珊的聲浪來泄壓 為什麼因為謝麗公也說黃珊珊你還有親民黨籍耶 你要不要趕快先辭掉 因為這個相關的這個他們黨內的一些規章 就是謝麗公他自己 他當時當秘書長的時候所立下的規定嘛 所以他很清楚說黃珊珊如果你要進去當立委 尤其是部分去立委 你不可以有兩個黨的黨籍啦 那你看這個陳婉惠就很可惜 陳婉惠那天也沒有去民眾黨的這個尾壓 那本來是很優秀立委 但這次因為去選區域所以沒有選上 他就說民眾黨的八個立委 八個不分區不應該只有雙黃的意見 要建立一個黨團的紀律 之前其實陳婉惠把民眾黨的黨團是 組織的非常好的處理的非常好的 所以他也覺得黨團的紀律很重要 不能只有雙黃的意見 大家都知道那個雙黃是 不是兩個蛋黃啦 就是一個黃珊珊另外一個我不想提啦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呢 巧欣 巧欣已經講得很明白了 他進立法院第一志願 國防外交委員會 為什麼呢 他說第一點 因為國防外交會牽涉到總統的職權 所以他覺得比較可以制衡 制衡賴清德 另外一個就是潛建國造的案子 他說他一定會繼續追下去 但大家都知道 哇哩咧 這個黃珊珊就是黃鼠光的妹妹啊 然後現在爆派說 賴清德可能會讓黃鼠光當國防部長 那這個黃鼠光不就是落到了 許巧欣的手上了嗎 那這個珊珊一定要怎麼樣 救哥哥嘛對不對 珊珊救兇 所以呢有可能在這個國造前進案 這件事情上面 巧欣跟黃珊珊有可能會發生衝突 哇這個是亮哥講的啦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一個要救哥哥 一個要查到底 哇這兩個都是很難相處的啦 來這個民眾黨選後人事大風吹 而且柯文哲的競選辦公室要縮編了 畢竟選完啦也沒選上啊 所以辦公室裡面的這個三大將 包括了周餘修 陳志涵 黃珊珊要回歸黨中央 擔任要職 其中呢這個黃珊珊叫做無痛升級 她現在不但可以回黨中央 她還是不分區立委 她之前是那個操盤這次選舉的耶 選輸了不用扛責任耶 所以呢也難怪 這個民眾黨內有很多 對她不滿的聲音 選戰落幕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鮮少公開行程背後整頓黨內組織 擴編調整 柯辦縮編後戰將也大風吹 總幹事黃珊珊進入立法院成為民眾黨團 核心站立 進辦主任周玉修 則被點名接任民眾黨秘書長 至於柯辦發言人陳志涵 可能接手黨團主任或是回歸文宣布 專攻政策議題 柯辦大部分成員回歸或合併黨中央 未來黨組織如何擴編是現階段重點 選獲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當然是在組織上面的重整 不過這個部分的任務當然相對比較繁雜 因為牽扯到整個組織的架構 程序走完之後 我們再來對外做一個正式的宣布 但這次柯文哲敗選墊底 黃珊珊卻還能無痛升級排入不分區第一 黨內極度不滿 中平會還寄出黃珊珊條款 禁止雙重黨機 柯文哲前幕僚柯玉安就直言 中平會的三股反山勢力出手了 第一個謝立功的派系 第二個是後援會的體系 一塊在這次選舉當中 跟所謂的黃珊珊之間 當然會有一些汗格 中平會主委是李偉華 也就是大家熟知那個董事長開獎 跟吳子佳董事長關係非常密切 就像是黨內的一個洩壓法 因為現在黨內確實 檢討黃珊珊聲浪是非常高 檢討黃珊珊聲浪不斷 柯文哲自己恐怕也有大麻煩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 也加碼指控黃珊珊和時任台北市副市長 彭震生涉嫌貪污 還要親自提告 賴清德不用動手 他那新潮流就會對我動手 無期就是給我司法訴訟 反干擾這樣 他本身就是管公務的副市長 就幫柯批 就幫黃珊珊去外面 跟廠直接業務關係 你包我的工程 我跟你募款 這個有沒有違法 我本人去告發你們柯文哲 告發黃珊珊 告發彭震生 懸後鬧內訌 傳言不曾中斷 柯文哲也得想辦法安撫黨內 不滿情緒 記者劉仕偉 蔡平鴻台北市長報導 前幾天不是辦尾牙嗎 連網紅啊 什麼館長啊 什麼通通都去參加了 但是創黨元老當初去這個內政部 去申請民眾黨的這個蔡壁如 壁如姐姐卻沒有收到邀請 而且是完全狀況外 聽都沒聽說喔 那另外呢 昨天在中部的感恩參會上 這工作同仁又把這個他的牌子 蔡壁如的名字給寫錯了 會不會也太過分了一點 所以時事評論員黃陽明就說 蔡壁如可以說是 催生民眾黨的創黨之母 而且他跟在柯文哲身邊 長達有三十幾年 今天碰到這樣的狀況 他心中想必是非常感慨吧 對蔡壁如來講喔 他一定很感慨 跟了柯文哲這個四十多年 他跟著柯文哲非常久啊 是從台大醫院二十幾年 再到台北市政府 再到民眾黨 有人說蔡壁如叫民眾黨之母 為什麼 因為二零一九年那個時候 柯文哲對主黨這個事情 是有猶豫的 當時是蔡壁如一手跑去內政部 把連那個政黨申請 都是蔡壁如去提 蔡壁如一直被說是吹 民眾黨最重要的那個角色 而且你會發現 柯文哲一直都對民眾黨 是保持距離的 尤其在他當任 台北市長的時候 所以他不管黨務啊 那時候黨是誰在撐 就是蔡壁如 就是謝立功 就是他們所謂的第一任的黨 秘書長啊 黨主席啊 這一掛的 就是說秘書長 然後那時候蔡壁如 好像是這些組織部 還是什麼之類的 反正一開始都是蔡壁如在撐 可是呢 沒想到來了一個這個 從親民黨來的人之後呢 重心現在都是在黃珊珊身上 所以我相信他們黨內一定會有一種就是 奇怪了 怎麼會是四府派 其實就是說當初在台北市政府 跟著柯文哲的這一群人 以進入到這個黨中央的核心 或說在進辦裡面之後呢 突然原本的那個叫做從來只聞秀人哭 對 只見新人笑 只見新人笑 就是這樣子 就變成說奇怪了 這種新舊之間 那種感受就差異很大 民眾黨內已經是某種程度了 挺蔡壁如的這一邊的人 情緒都非常的浮躁 每天就要去找黃珊珊的毛病 那挺黃珊珊的 每天就要去找蔡壁如的毛病 那這個黨短期內不會有安寧的一天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它根本若根本被咽著 哪國能電話 停給不要 何再吃飯 來掛城 任何 尤受